观众朋友们晚上好 欢迎您收看VOA卫视 在10月10号星期二的 时事大家谈 我是郑玉文 今天是台湾的双十国庆 台湾总统蔡英文说 不会走对抗老路 但也不会对压力屈服 今晚我们将有来自台北的最新报道 而除了台湾 世界许多角落也在今天庆祝双十 其中包括了中国 中国公民为何抛弃中共 拥抱民国 而民国是否就真的一切美好呢 在我们今晚的现场讨论 将与您共同来探讨 也欢迎您加入我们 首先我们来看 这个小时的重要新闻 在拉斯维加斯枪击案 造成了58人死亡 500多人受伤 一个多星期之后 调查人员仍然没有查清 这个美国史上最大的枪击案件 背后的动机 克拉克郡的警察总长 龙巴多在星期一说 他对调查的进展缓慢 感到失望 他说帕多克在作案前 一直在精心隐藏他的计划 龙巴多说到目前为止 没有证据显示 还有第二名枪击者 没有人看到帕多克在 拉斯维加斯和任何其他人在一起 也没有与恐怖组织 或任何其他意识形态团体的联系 他同时宣布了 10月1号枪杀案中 一个重要的新环节 那就是帕多克在向观众开枪的6分钟前 曾经向曼德雷湾酒店的一名保安开枪 帕多克在酒店32层楼的一个房间 射击了将近11分钟 在警察逼近时 开枪自杀 他所在的房间里有大量武器 而他的汽车里也存有大量的炸药 美国加州的救火人员正努力要扑灭 十多处的野火 目前野火已经造成了十个人丧生 成千上万人逃离家园 加州的消防官员在星期一估计 野火摧毁了至少1500所住宅和商业建筑 当地医院说有100多人前来治疗 其中大部分人是因为吸入了浓烟 预计死伤人数还会上升 起火原因目前还不得而知 每年这个季节 加州经常发生野火 大火借助风势 能够迅速扩散 加州州长布朗宣布了 纳帕 索诺马和尤巴等三个郡 进入紧急状态 这三个郡盛产葡萄酒 目前有2万人已经被撤离 其中包括了医院当中的数百人 联合国禁止向朝鲜 运送违禁物资的四艘船只 在世界任何码头停靠 联合国朝鲜制裁委员会 负责人格里菲斯 星期在纽约新闻发布会上 宣布了禁令 格里菲斯说 这项码头禁令 已经从上个星期四生效 一个统计海上船只的数据库披露 三艘被禁驶入任何码头的货船 分别在朝鲜 加勒比海的圣基茨和尼维斯 以及非洲的科摩罗注册 而第四艘船并没有在任何地方注册 联合国安理会在今年八月份通过了决议 禁止朝鲜出口煤 铁 铅 还有海鲜产品 以作为对平壤试射洲际弹道导弹的惩罚 朝鲜进行了第六次核实验之后 安理会再次通过了新一轮的制裁 西班牙的加泰罗尼亚地区领导人 定于星期二向地区议会成员来发表讲话 同时马德利政府担心 加泰罗尼亚地区议会表决赞成单方面宣布独立 加泰罗尼亚领导人卡莱斯普一格蒙特 没有提前披露他星期二讲话的内容 西班牙国内外的政治领袖 在星期一都敦促加泰罗尼亚领导人放弃独立 以缓解国家日益高涨的紧张气氛 加泰罗尼亚领导人说 有90%的选民支持从西班牙独立 而反对公投的人士说 公投没有显示出这个地区的真正意愿 因为绝大多数希望留在西班牙的加泰罗尼亚人 抵制了这次公投 这场危机导致了数家主要银行和企业宣布 将总部从加泰罗尼亚迁往西班牙的其他地区 以确保他们能够留在欧盟统一市场 加泰罗尼亚位于西班牙东北部地区 当地有自己的语言和文化习俗 人口750万 其经济的体量达到了西班牙的五分之一 利比利亚的选民正在参加总统大选投票 这也是这个西非国家70多年来 首次政权的完全民主过渡 该国2100万登记选民将会挑选诺贝尔和平奖得主 埃伦约翰逊瑟利夫的继任者 来按照利比利亚的宪法 而这位非洲首位女国家元首两届六年任期后 即将卸任 希望能够取代瑟利夫的有20名候选人 如果没有候选人能够像所预计的那样 获得50%的选票 两位得票最多者将会在11月进行决选 利比利亚在2003年结束了14年的内战 瑟利夫带领国家经历了长期的和平阶段 但是利比利亚仍然身陷腐败 并且还在努力地从2014年到2015年 导致5000人丧生的埃伯拉危机当中来复苏 继续我们要带您聚焦中国政治 中共18届中纪委第8次全体会议在昨天召开 会中审议并且通过了这届中纪委向19大提出的工作报告 不过不同寻常的是 这次的会议提前于七中全会前召开 是数十年首见 这与王岐山的去留是否有关联呢 我们下面要为您连线在北京的时事评论人邓玉文 来为您进行分析 邓先生您好 所以我们看到会议不仅仅是提前了 那么现在大家也注意到 王岐山在会上到底说了什么 到目前都没有公开 甚至有媒体说王岐山给消音了 您认为这背后有什么样的因素呢 我觉得这倒不是王岐山消音 因为如果这个不公布的话 他可能有其他的考虑 比如说在这个文件 他是要在19大上要经过代表的讨论的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他可能是不公布的 那么也有分析说 这个王岐山很有可能就是在这次的会议上正式的宣布要退任 那么您的看法觉得这可能性有多高 在另外一方面 如果王岐山卸任了中纪委书记 这是否显示着他就会来主掌筹划当中的中国国家监察委呢 应该来说按照唐里来说 就是王岐山他肯定要卸论这个中纪委书记 因为这个我们讲海国几天的19大教会了 19大教会那个时候就是要设议论了 那么在这次会上他也有可能会考导表达 那您觉得对于即将要召开的这个19大上 我们应该从哪些角度来观察这次的会议呢 对19大的会议的话 角度的话我想有这么几个角度 一个就是说 这次会议会提出一个 就是在未来五年会提出一个什么样的 一个一个总的一个战略框架的问题 这次涉及到未来的施政的方向的问题 第二个角度来到呢 就是习近平的思想 是以什么样的形式录党章的问题 党章肯定是录但是以什么样的形式 是以他的名字来还是不以他的名字 如果以他的名字来是有什么叫法呢 这也是一个看点 那么第三个看点呢 第三个当然就是说 大家是关注的人事问题了 如果说人事安排的话 有一些变数的话 那可能反映了中共的 特别是习近平的 他的个人的权威的一个状况 所以说我觉得大概可以 就是这三个方向有个看点 当然其中还有一些看点就是说 十九大事法会提出一些 出人意料的一些 讲政策也好 或者说法也好 这也是算是一个看点吧 好的 我们也会持续来关注 非常感谢邓玉文先生 来到节目当中所做的点评 谢谢您 好 接着我们看到了 原来炎黄春秋的杂志编尾 也是中共党史学者何芳 在上个星期此事享年95岁 而在他的告别仪式上 中国官方首次公开承认 何芳在学术研究中 敢于直面历史 反省自我 不过就在去年 中纪委驻中国社科院纪检组 通报批评了何芳 当时称他是仇视毛泽东 搞历史虚无主义 究竟何芳是一名 怎么样的中共党史学者 他为什么会让中共 无法自圆其说呢 我们下面要为您通过连线 请位在北京的历史学者 张立凡先生 来为您进行解读 张先生您好 你好 是我们知道何芳很多人 把他分析是体制内的 开明派学者 他到底做过什么 或他到底是一个 什么样的研究 中共党史的学者 能够让中共对他 有这样相互矛盾的一个评价呢 您的看法 一个是他的资历老 他是张文天的秘书 而且他参与过很多重要的外交活动 然后他也很早参与到革命 就是中共的这场革命中 所以呢 他对于这个中共党史的这种反思的深刻性 就是在这个党史研究中 他是足述一致 所以我看这一次 他虽然是突然的逝世 但是呢 这个他家人 他的夫人 也写了这么一段话 他就说何芳走得突然 但因无憾 他对中共党史的反思 从1960年开始 对国际问题和我国外交政策的反思 从文革结束后开始 晚年他写出党史笔记 何芳四述和谈谈毛泽东外交 把他想过的事都做完了 然后呢 这个他讲 他说这个何芳一生就是追求真知和真理 为人做事的课点就是真和直 他最反对造假做作故弄虚弱 这个故弄玄虚 这个说法我觉得是很确切的 我们接触到的何芳就是这样一个人 那当然中共对他的这种 自相矛盾的说法 或者对他的这种恐惧来看 其实就是对于真实历史的恐惧 而且这个给他扣什么 这个历史虚无主义帽子的那些人 他本身就是那些人才是历史虚无主义者 所以这个我觉得我们今天纪念何芳先生 就是要继承他这种丙不执直输的精神 是 那么张立凡先生您刚也提到了 当局的做法就是这种对真实历史的恐惧 我们知道这次在何芳先生的告别仪式上 还有一个插曲 那就是前炎黄春秋的社长杜导正先生 为他写了八个字的道词 唤起民众实现宪政 结果被现场的工作人员被当局要求 把他涂抹掉 而这个做法反而引发了现在外界更多的议论了 您怎么来看当局这样的一个处理手法呢 这个说在唤起民众 这个应该说是一句中共经常用的话 但是现在可能在他们获得革命 这个通过革命获得政权之前 他们经常讲唤起民众 但是现在可能他们最怕的就是唤起民众 那么还有一点就是说实现宪政 这个我觉得下这种命令的人 就是对党史无知 因为这个毛泽东有一天 著作中有一篇就叫新民主主义的宪政 而且毛泽东当年在抗战期间 他也承诺未来要有一个自由民主的中国 要实行孙中山的三民主义 这个林肯有民智民想和罗斯福的不大自由 而且要老百姓直接选政府 现在这一套东西其实讲的就是宪政 而且毛和周恩来都谈过这个问题 就是说要实现政治民主化 军队国家化 就变得非常健忘 把宪政当作一个敌人来讨伐 把军队国家化 政治民主化也当作是西方资产阶级的 第二步阴谋 这种说法就是本身就是最历史的无知 好的 我们非常感谢在北京的张立凡先生 感谢您接受我们的访问 继续我们要把镜头转向台湾 今天是台湾的双十节 也是中华民国106年的国庆 每年双十庆典上最受瞩目的 就是台湾总统的讲话 我们现在要为您通过连线请今天早上 在台湾总统府前进行采访的 美国基因驻台北记者张佩芝 来报道有关情况 佩芝先跟我们谈一谈 今年蔡英文总统 她到底发表的是什么样的国庆讲话内容 是的 玉文你好 那么台湾总统蔡英文 在今天的国庆演说中表示 她的政府有三大努力面向 第一个就是要兑现承诺冲刺改革 第二个是要捍卫台湾的民主自由 第三就是要积极的为台湾寻找 在国际新秩序中的位置 那么关于两岸关系 她是这么说的 两岸关系攸关台湾前途 及2300万人民的长远的福祉 从去年520到现在 为维护两岸关系和平稳定发展 我们尽了最大的善意 虽然因为双方政治立场差距 成为造成两岸的波折 但也努力维持两岸关系的基本稳定 我也多次重申 我们的善意不变 承诺不变 不会走回对抗的劳碌 但也不会在压力下屈服 这就是我们处理两岸关系的一贯原则 那么蔡英文在讲话当中 并没有提到九二共识 不过她再次提出 希望能够寻求一个两岸互动的新模式 我们来听听她是怎么说的 对两岸及区域发展的新情势 两岸领导人应该共同努力 展现长远累积而来的圆融政治智慧 以坚定意志和最大耐心 共同寻求两岸互动的新模式 为可长可久的两岸和平稳定关系 奠定基础 是的那么关于这个蔡英文在此之前 也再三的提出过 要希望寻求一个两岸互动新模式 不过在中国大陆方面一直对此置之不理 那么关于蔡英文的国庆讲话 国台办已经发表 在今天下午已经发表了声明 发言人马晓光说 现在台湾方面 不管是要提出什么样的模式或主张 关键就在于就是要认知一个就是一个中国的原则 并且要放弃台独 那么只有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两岸才能够朝和平稳定的方向往前迈进 那么另外呢 蔡英文在演说中也提到了 她要提出的新南向政策 也就是加强台湾跟东南亚国家的合作 那么针对这一点呢 我会在接下来几天做进一步的报道 宇文 是 佩芝 我想我们最后还有一点时间 跟我们谈谈 你今天到现场参观这个双十节庆典的时候 在现场的观众都是什么样的人 我们知道过往的这个蓝绿阵营 在国庆节当天是否出席 有哪些人出席都会引发媒体的报道 今天你看到了哪些观众朋友 那么在双十节这一天 这个台湾的参与者 他们又有什么样的感想呢 一些台湾的邦交国 比方说是福拉华卢的总理 还有宏都拉斯的副总统 也都出席了这次的庆典 另外呢 在台湾民众方面 今天的天气实在是十分的炎热 所以大家一大早就顶着这个大太阳 出席会 他们算是相当有耐力 因为在太阳底下一下子几分钟就让人受不了 那么我采访了几位现场的观众 来一起看看他们是怎么说的 感谢我们好 非常的高兴 我们中国美国的生日 大家都很快乐 来参加我们的国庆新年日 祝新东华联合 生日快乐 这国家生日一定很高兴啊 106岁不简单啊 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活超过106的 所以今天是抱着愉快的心情啊 希望能够大家全民能够同时来参加的话 也是一种团结的表现 感觉有很多的不同的想法 还有这个感慨 想法的话 是我觉得要为这个国家来祷告 让他能够更新改变 是能够彼此相爱的 而不再要制造仇恨的 是真正的能够带出来大家的利益 而不是让少数人的利益 很多人受害的 是好的 我们非常感谢我们的记者佩芝 今天在台北也辛苦一天了 感谢佩芝在台北 为我们所做的现场报道 继续呢 我们要把镜头转向韩国 在韩国首都首尔 今天也有庆祝双十的活动 台湾处韩国代表 也借此机会来宣扬了台湾在朝鲜半岛 和区域安全所扮演的 积极和平的角色 我们现在为您连线在首尔 进行采访的美国之音记者李宝 来了解有关情况 李宝你好 李宝你好 大家好 是 简单的谈一谈 今天在首尔的华侨 又是如何来庆祝双十节的呢 对 在韩国我们了解到 今天有好几场的 这个庆祝双十节的活动 那今天我采访的是 在首尔首尔的两场最大的活动 那么上午在汉城 它现在还叫汉城 汉城华侨高等学校 桥界的领袖 在那里举办了一场庆祝活动 那么学生们表演了各项的节目 包括传统的舞龙舞师 还有古征表演 还有年轻的女学生 那种静歌热舞 那么常驻首尔的台湾官员 还有当地的桥界的领袖们 也都到会上也出席了活动 并在现场发表了讲话 那么晚上台湾在韩国的官方办事中 也举行了一场活动 那么可以说 也许政治意义是更大 因为出席晚上这场活动 不光有桥界的台湾的官员 还有一些跟台湾有邦交关系的 在韩国的大使一级的人物 还有韩国国会的议员 也到场来出席助兴 是 那么我们看到了 这个除了庆祝活动之外 实际上现在在双十节的时刻 在朝鲜半岛 可以说局势也是相当紧张的情况 那么在今天庆祝双十的活动里面 台湾驻韩国的官员们 是否针对朝鲜问题 发出了什么样的信息呢 对 刚才提到的台湾驻韩国官员 最高的官员当然就是代表处的代表 他名字叫石定 当然他在上午 还有在晚上的两场活动当中 这一共两场活动当中 都讲到一个主题 那就是在朝鲜问题上 在朝核问题上 在朝鲜不断 北韩不断发射导弹 还有这些核实验的问题上 台湾跟国际社会站在一边 跟联合国站在一边 虽然联合国并没有接纳台湾 作为一个成员国 那么我们来听听 石定大使是怎么说的 虽然我们中华民国 已经退出了联合国 但是在韩半岛的情势 面临北韩不断的挑衅之下 我们支持联合国的 所有对北韩的制裁 我想我们所追求的 就是一个和平 一个繁荣 一个稳定的东亚的新秩序 刚刚各位听到就是台湾 就韩国的代表 石定他在今天上午的一场 这个双十节的活动中的讲话 他呢在晚上的正常 另外一场活动中呢 重复了刚才他所说的话 就是台湾是一个和平的缔造者 我们不是 他没有说我们不是麻烦制造者 但是说我们是和平缔造者 我们支持并且来执行 联合国的这个对北韩的一切的制裁 是李宝我们也知道 刚刚你也提到了 这个台湾与韩国之间 没有正式的邦交 不过也有各方关注到 自从韩国决定部署 美国的萨德反导之后 北京与首尔的关系 一直处在非常低迷的状态 那么今天台湾驻韩国的这位代表 是否也谈到了 在这样一个时间点上 给了台湾一个拓展台韩关系的机会呢 我把这个问题直接 直接就问这个石定 台湾驻韩国的代表石定 他不愿意直接将这个台韩关系 跟目前的中韩关系非常紧张 直接挂钩 不过他说台韩关系 所基于的是什么呢 是共同的民主价值观 而不是基于中韩关系下滑 我们来听听石定大使是怎么说的 三年来 我刚刚来的时候 我们刚刚突破100万 第二年137万 去年170万 今年我可以跟大家报告 我们双向的 光光一定可以突破200万 同样我们跟韩国的贸易 所以今年 我想我们都可以突破320亿美金的高峰 我们是韩国第六大的贸易伙伴 韩国是我们的第五大 刚才是台湾驻韩国代表石定 他就说台湾关系 台湾跟韩国的关系 是基于共同的民主价值 在这样的技术上 两双方的观光 还有双方的贸易都有非常大的进步 然后关于萨德反导性 刚才你提到引发的中韩争议 实际上也影响到了 效忠中华民国的韩国老华侨 那么可能会在某种程度上 影响台韩关系的发展 好的 我们谢谢记者李宝 在首尔为我们所做的报道 那么就在各界庆祝双十的时刻 在中国也有不少民众 以自己的方式在庆祝 怀念中华民国 为何有这么多的中国公民 希望拥抱民国呢 民国的宪政法统 民主自由 真的能重返大陆吗 稍后的现场讨论 中国民间学人王康 和专栏作家吴作来 将与您共同探讨 也请您休息一下 我们马上回来 我觉得这个说的不对 我们的一个传统 不属于美国攻击世界 名为国会 岁月在美国所进行的托栏开施 那么今天在会议上 亚马圈还有微软的高管 现在进行的 他也承认到场 不可能跟着 警察官会把收出的 那么强烈的光源 说什么 我们洁净的水资源 来自这个150 最后一点要强调的 就是说 今天就朝鲜的 中国时间7月25号 谢谢您的收藏 和您的观察 我们的承诺 不会改变 更不会走回对抗的老路 绝不允许任何人 把任何一块中国领土 从中国分裂出钱 按关系要处理 也会牵动国际 不管是共产党共产党 把中华民族 发的敌位 如果这个国家 是真正值得你爱 它不会强求你 去有中国梦 还是台湾梦呢 它现在没有更多的精力 在来跟台湾进行 更强的背口 挑衅中国大陆 让中国大陆 来跟台湾开战吗 川普当选总统 应该称蔡英文 为总统吗 当然 台湾要推独立就死利 主要是民主 和专政两种家族 我是樊东宁 我是博弈 美国之音 海峡论坛 欢迎您回到时时大家谈 今天就在台湾各界 庆祝中华民国 106年国庆的时候 在中国也有部分人士 在以他们的方式 庆祝双十 根据近年的调查显示 在中国对民主的国家 民国的搜索人数 远远超过了对改革 对社会主义的搜索 民国派 民国粉 在中国不断增加 为什么有这么多人 要抛弃中共 拥抱民国 而民国的宪政法统 自由民主 是否真的能够重返大陆 民国究竟是已经逝去的历史 还是可寄望的未来呢 而重回民国的呼声 又能够给中共政权 带来多少的挑战 在我们今晚节目当中 为您邀请到的两位嘉宾 来和您进行探讨 第一位 在我们演播室现场的 是中国民间学人 也是独立评论人 王康 王先生您好 主持人好 欢迎您 第二位通过skype连线 来参与节目的是 中国旅美作家 也是独立评论人 吴作来 吴先生您好 您好 王康先生好 是我们也欢迎我们的观众 和听众朋友 现在就可以开始拨打 美国基因的免费热线电话 来参与我们的现场讨论 我们的号码是400-120-0551 您还可以通过VOA卫视 在YouTube的网上直播来收看 并且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 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 斜线 VOA China 我想首先 先请教我们在现场的 王康先生 中华民国离开中国大陆 已经有超过了半个世纪了 那么另外一方面 还有很多人说 在中国其实大部分的民众 根本就没有见过中华民国 但是为什么会有这种 所谓的民国热 这是真的有这样的一个热潮吗 那么中国公民 为何如此怀念民国 您的看法 我觉得有几个原因 第一是 中华民国的存在 是一个巨大的历史真实 辛亥革命 它是一个中国的翻天覆地的事件 不仅结束了267年的满清王朝的统治 而且终止了 就是秦始皇以后的 中国的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 第二就是台湾它的存在 它在改革开放之后 因为蒋经国先生晚年的 一系列的举措 加上中国的改革开放 然后中国大陆的人群到台湾去的越来越多 越来越实际地了解到台湾 就是中华民国的台湾的这个具体的存在的情况 第三就是 这个共产党的执政以来 尤其是六四开枪以来 这个空前的腐败 那么整个国民就希望看到一个比较正常的真实的 他们所期望的那个中国的存在 他们的眼光当然就转向了历史的中华民国和现实的台湾 这两者结合起来 对中国人的这种整个的道路选择 这个整个的国体的选择构成了一个前所未有的 打开了一个新的窗户 我认为它不仅仅是一个热的问题 它会很非常深刻的 甚至非常的有力量的 来影响这个中国中华民族的 在21世纪的这个整个的选择和前途 所以您觉得如果它能够带来这样一个深刻的影响 您觉得中共当局是否已经注意到了这股民国热 我们知道在2014年的时候 中国官方的环球时报曾经发文 那么批评这个民国热是一种病态 那么用这样的一种打压或者是这种压制的一种方式 您觉得中国当局是否意识到了 这股民国热对他们可能产生的影响 肯定意识到了这么大的事件 但是我要说一下 就是中华民国的到现在为止 106年 其实人们很多历史学家和一般人认为 这个中华民国好像完全已经失败了 整个中国的宪政道路走不下去 这个是一个短视 你看英国从1215年的大宣章 到1688年的光荣革命 470多年 英国这个全世界西方第一个 这个所谓的君主立宪 就是现在的共和国 经历了470多年 法国从1793年 6月16被推上断头台 还经历了拿破仑春帝 波拉巴的春帝 波旁王朝 七月王朝的复辟 前后167年 一直到1959年 拿破仑才建立了所谓第五共和国 美国这是天然的一个共和国的形态 合作国形态 但是他在建国177年之后 80多年之后还打了一场内战 还死了60多万人 中国1911年到现在为止 106年 这个整个的记录不算太糟糕 我对中国的这个宪政道路 这个中华民国的未来 未来的这种可能性 就是回归大陆 所以民国当归 我充满信心 好的 我们现在来听听 我们在这个美国加州 通过skype连线参与节目的 吴祖来先生 欢迎您 您刚刚也听到了 王康先生的点评了 您个人认为民国热 您是怎么样来分析 这样的一股思潮的 您觉得它可能带来的冲击 和影响又有多大 民国热 它本质上也是一次文艺复兴 欧洲的文艺复兴 它是回望古希腊 古雅典 中国的这个当代的文艺复兴 一个是回望传统 当然中国的传统文化当中 没有太多的人性 自由的因素 但是当中国人 一回望到中华民国的时候 就发现中华民国 是一个亚洲的第一共和国 所以很多人就说 以前不知道蒋介石 不知道这个历史真相 所以恨蒋介石 现在发现这个历史真相 发现了中华民国 重新发现了这个蒋介石的时候 更恨蒋介石 那为什么会更恨蒋介石呢 就是恨蒋介石 没有把这个共产党的力量 当这个斯维尔的这个红色力量 吃住着中国 什么是地队实力 什么是海外地队实力 国外国际地队实力 中国共产党从成立的那天起 从建立斯维尔共和国那天起 它就是 另一个人种 红色基因 因为我们是黄色 黄色人种 它是一个中华民族的一个 基因变种 这个变种侵蚀了中华 侵蚀了中华大地 所以这样一对比 人们会发现更多的问题 就是被屏蔽的 被疏伍的历史 人们重新的认识 共产党是假抗日 共产党是外来政权 共产党是下山遮桃子的 共产党更多的挑起了 这个国共内战背弃了重新谈判 共产党利用了收敛的力量 这个多取了中国的这个土地 所以习近平先生说 不允许任何一个人分裂中国的土地 谁分裂掉中国的土地 那肯定是来自国外国际的这个共产组织 所谓的这个力量 红色人种 是这样 好的 那么我现在来看到 我们在网路上 还有在电话线上 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在等候 想要发言了 我们在网路上 有一位这位署名叫 孙杨的这位网友 他说呢 中共60多年的统治过程 不但没有履行 见证前的种种承诺 而且南辕北辙 使中国大陆陷入彻底的独裁专制 这是促使身在大陆的人们 对于中华民国 寻根溯源的主要动力 民国时期 虽然民主制度并不完善 但是方向 还是朝着民主法治的方向来前进 台湾的民主发展 也让大陆人看到了这一点 这一点跟王康先生 刚刚所说的很像 就是从历史的民国 到现实的台湾 两者交相合并之下 让大家现在有这样的一个想法 那么这位署名叫 Ed Zhao的这位网友 他要向王康先生提出一个问题 他说 中华民国的魅力 最重要的是 民国给予人们的广泛的自由 在中华民国宪法的保护下 没有一个公民惧怕另一个公民 更不会因言获罪 他想请教王康先生的是 孙文的联俄联共到后来 和后来的动员勘乱条例下的白色恐怖 在中华民国历史上 又该如何来评价呢 专制是不是民主宪政的一个必然过程 这个中华民国的成立 不仅是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 亚洲的最早的一个民主灯塔 而且在世界这个立宪共和的道路上 具有特殊的意义 大家都知道 1648年 欧洲的30年战争结束了 要签署了一个非常重要条约 叫威斯特法利亚条约 这个条约体系 构成了近代欧洲西方 和全世界的一个国际秩序的基石 它的基本核心的概念 就是民族国家 就完全告别了 否计了传统的帝制 王朝这种概念 中华民国在1911年成立的时候 就是建立了一个民族国家 这个民族就是满汉满脏回 五族共荣 就是石农山所提出的这个要求 也是中国第一次 就是一个绝大多数的人民构成的民族 共同构成的一个现代国家 而共产党的国家 它背弃了这一点 因为它叫中华人民共和国 它是在谁都知道 它是在苏联红军的 根据雅尔塔写议下边 出兵中国东北 从1921年知识国上成立 1931年918之后不到50天 在江西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 建立国中之国 那完全是明显的崩裂中国 一直到49年 在苏联的支持下 也在全世界的左派的大的潮流下边 然后颠覆了中华民国的政权 那尽管如此 它绝对不能说 它颠覆了中国的民族国家 所以一直到毛 搞这个阶级斗争 无路前去专政 它死了之后 最后平的改革开放 不管它愿意不愿意 它必须要回到国家和民族的道路上面来 那只不过是习近平这个国家和民族 它跟社会主义联系起来 变成了法西斯的一种现代版本 所谓的国家社会主义 或者是民族社会主义 而中华民国不是 中华民国是 这个民族国家 是从中国的文明历史里面 吸取它的合理性 合法性 它的敏感和它的力量源泉 一直到现在为止 全世界的国家 其实文明单元都是民族国家 前不久 巴黎宣言 欧洲十几个国家的 就是知识基金发表了一个 宣言核心的用 就是强调欧洲各个国家 不要那种虚幻的 那种说欧盟的这种帝国系统 而要这种民族国家 在这一点上 中国和欧洲 甚至和美国 仍然在这个同步上面 就是怎么样建立一个民族国家 而不是阶级国家 更不是一个党派的国家 更不是一个独裁的国家 这是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 最大的区别 是 王康先生 我从您刚刚这个说法 我想继续请教您 对于民国时代 您当然有非常多的了解与研究 那么曾经也有分析说 中华民国 它开国立国的一个 最大的一个社会政治基础 就是知识分子阶层 那么不管当时是经历了 北洋政府还是国民政府 但是知识分子阶层的带领 之下国家能够继续往民主的 这个方向来前进 您能够从民国时期的知识分子 来看当今在中国的知识分子阶层 有什么样的差异 独立的 能够把东西方的文明 融合在一体的 这个确实是中华民国的 一个特有的现象 就是一批知识界的精英 但是我不太赞成 就是中华民国主要靠知识分子 实际上武昌起义也好 全国范围的排满运动也好 是各界人士包括商人 包括军人在内 这个光绪皇帝退位 倒是说得很清楚 当今国人 中国全国人民 第一次使用这个白话 是全国人民向往共和 人心所向天 人心所向天命可知 所以要把这个统治权归诸全国 然后定共和立宪为国体 在满清王朝的退位招数里面 说得很清楚了 中华民国在1912年 然后颁布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 一直到1947年的行线 中华民国正式的约法 这部宪法是中国人 中华民族各界人士 势农工商 方方面面 工农商学兵 共同努力的结果 但是你说的这点也很重要 就是知识分子在建立一个 近代的民主共和国里面 发挥了特殊的作用 而最跟这个形势强烈对比的是 1941年之后 毛泽东把知识分子成为他的私敌 把知识分子不停地打压 不停地光管杀 中国的知识分子的基因 基本上被消灭殆尽 改革开放不是说要给知识分子平反 他还不得不利用知识分子的 这种文明的力量 习近平同样如此 在这一点上 又是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 最本质的区别 你想 蒋介石先生 当时败退台湾时候 不忘记用专机把中国知识分子的 一些经营人士接到台湾去 尽管很多人不愿意去 因为种种原因 这点上 蒋和毛对知识分子的这个态度 是天壤之别 所以在这一点上 我同意 就是中国知识分子在中国宪政道路上面 应该扮演特殊的角色 更重要的角色 更重要的角色 我们现在在电话线上有不少的观众朋友在等候 我们就先来接听 然后稍后再请吴祖来先生 也来谈谈他的看法 我们先来听听 这第一位在线上等候是来自上海的江先生 可能是江或者蒋先生 上海的江先生 您好 请说 您好 您好 请说 您好 请说 今天是中华民国成立106周年 我作为一个燕黄子孙 我代表 我向全体韩华人道一声 是节日快乐 我那时候设想 我再有一个想法 中国人巨变之后 例如数年共产党垮台 中国共产党垮台之后 那我们是不是该把中华民国 据使用中华民国的国号 或者是改姓为中华联邦和盟国的国号 例如我们的联邦制的 就是中国 台湾 西藏 新疆 蒙古 在这五个地方 就是大陆 包括大陆在一起共自治 如果中华民国 或者是使用中华民国的国号 就是把中华民国的体制 国旗 国会和国歌 一起重新引入大陆 好的 我们谢谢 这样可以吗 好的 我们谢谢您稍后 我们请嘉宾来进行答复 谢谢您 蒋先生 继续再来听听来自山东的孔先生 孔先生 您好 请说 你好 我是今天上午十点 被叫到公安局 宣布我正式被监控 把我的智能手机就收了 我家里不能上网 电脑不能有电脑 所以说我现在只能打电话 我认为为什么收我这根手机 就是因为早晨我发了一条消息 发了一条微信 就是中华民国万岁 我认为10月1日那是国商日 不是什么国庆日 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 那个祖宗苏共 苏联共产党已经灭亡了 那么中国的共产党呢 精神上也已经灭亡 所以说那是实际上 就是时间长短的问题 这个时间我认为不会太长了 像郭文贵 这样折腾 这么折腾 像孟建柱他们 是吧 这么腐败 能维持多长时间呢 谢谢再见 好的 谢谢您孔先生 我们再来听一位 这是来自辽宁的孙先生 孙先生您好 请说 你好 你好 正者为王 败者为寇 中国共产党毕竟成立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 蒋介石毕竟败费到台湾 1949年共军没有军舰 有军舰就一举拿下 什么叫中华民国 他哪有中华民国 不如再打 没事 好 谢谢您 聊您的孙先生 我想先请吴座来先生 来谈一谈您的看法 那么当然 像刚刚孙先生所说的 也有不少的中国民众认为 中华民国早已经在大陆灭亡了 那么再来谈重回民国 似乎有点不着边际 您的看法呢 这是一种情怀 就是大陆人对台湾 是一种复活的情怀 就是这是我们的故国 然后呢就是海外的华人 还有台湾大量的这个以前的老兵 及其后代 这样一个群体 这是一个非常庞大的一个群体 你看我们在洛杉矶可以看到 每年就大量的人都会参与到纪念 民国的生日 或者是相关的一些活动当中 它是一个非常庞大的一个群体 这个庞大的群体呢 现在在大陆呢也是越来越多 但是共产党只是利用 只是利用孙中山这样的一个形象 来完成一个统战 共产党现在是对大陆打压 民国越打压非常严重的 严重到什么程度呢 任何出版与中华民国有关的内容的书籍 文章都禁止 就到了这样一个地步 就把它视为一种洪水猛兽 所以现在这个 你看刚才山东的这个孔先生 他因为纪念一下自己的这个祖国 纪念一下中华民国 他就会被猛兽手机被 这是非常严重的事情 因为我通过微信看到 所以百计的人就发这个 中华民国这个郭琪的这个图片 你进行纪念 那么就是意味着 这个我的朋友圈当中 有三百个人 面临这样的风险 所以这是个非常严重的事情 另外我就看到 蔡英文总统的这个讲演 这个讲演也是有问题的 他就觉得我就过台湾人的日子 我不与中共对抗 现在不是你要不要与中共对抗的问题 现在是中共一直在挑衅台湾 一直在准备 时刻准备着侵犯台湾的 这个都立自由船 而且中共还有 最近那个美国智库披露 中共还有2020年 攻打台湾的计划 这是非常邪恶的 如果台湾才50年代 被中共占领 那么台湾就会大连钢铁 阿里山就会大连钢铁 那么台湾那么多优秀的文化 那么多那么的过去 还有台湾这个繁荣的经济 全部都会被毁灭 知识文字也会被打压殆尽 所以这个台湾应该积极的方式 来应对大陆 中共和台湾的问题 实际是1945年 1946年就奠定的一个问题 不是说回到九二共识的问题 是应该回到重庆谈判 一定要抢占历史和道义的制高点 而不应该就仅仅说 我守住台湾就可以了 必须进攻 必须通过这种 指动的提供一些政治构想 来完成一个台湾的这样一个 直体地位 甚至才联合国 要获得自己的 重新获得自己的这个地位 你中共不是承认那个北朝鲜吗 你当年不是承认这个东德吗 那你为什么不能承认 自己的这个同胞 获得一个才联合国 获得一系直地的地位呢 所以我的观点就是 台湾应该积极的 指动的强占一次制高点 不要窥缩在一个岛上面 好的 窥缩在一个岛上是没有自由的 那么我们现在回到现场的王康先生 继续回到我们刚刚谈到的民国 虽然我们现在有点牵连到了两岸的关系 但是我们想继续回到民国的这个讨论 就是在这个双十的时候 当然很多人会说这个 刚刚有一位这位观众朋友也说了 或许将来这个中共垮台之后 中华民国这个国号不能再使用 但是可以考虑用这个五体共和国 或者甚至有所谓的五色旗 把这个大陆 西藏 台湾全部囊括在当中 那么甚至还有很多对未来这种 民国的宪政能否返回大陆的 这样的一种疑虑 可是我们刚刚在新闻当中 您可能也看到我们的报道 在何方先生的告别仪式上 这个杜导正先生的道词 说唤起民众 这个实现宪政 这八个字被当局给要求涂抹掉了 所以呢 这个宪政看来 仍然是被中共当局视为是一个敌人来对待的 所以您觉得民国的宪政法统要重回大陆 这个可能性能有多高 您刚刚是说 您觉得非常有信心的 百分之百的可能 谁能够预料到苏联这么一个强大的 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 共产党领导的国家 一夜之间灰飞烟灭 灰飞烟是什么样子状态 苏联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变成了一个叫俄罗斯联邦共和国 这个就是沙俄帝国时代的曾经的一个国民 他的国歌重新恢复了19世纪 俄罗斯的天才哲学家格林卡的歌曲 他的国旗从镰刀斧头变成了三色旗 自由平等博爱 整个都变过去了 中国就不会变吗 中国会更快 苏联还维持了28大 28次全国代表大会 以前的19大还没开了 还早的呢 苏联有7任总书记有74个联头维持了 即使中共能够超过苏联 就是能够威斯沃尔连 我看它两条道路 第一个是顺应世界潮流 不要对抗 因为不能对抗人性和人类和文明 第二回到中国的传统 那个传统 最近的传统 绝对找不过去的 应该回归的 就是那个话 民国当归 习近平高调的纪念 孙冬山150多年代讲 不过它属于什么动机 这是一个强大的历史逻辑 你不走这个到 要走融入世界潮流的 这个主流道路的话 你必须首先回到自己的传统 因为中华民国 就是东西方文明的 一个极大层的一个国体 而且它台湾还存在 它的历史记录非常的辉煌 刚才我说了 接触中国2000多年地 跟英法美比起来不逊色 而且它打败了 中国的天然的敌人日本 那远距了民主的威望 有十年辉煌的经济黄金 是有大批的知识界的精英 只是因为苏联的那套东西 被颠覆了而已 刚才的辽宁孙先生说 公开的贩卖 这个存亡败寇的 这是一种流氓理论 我听这声音 他的年龄可能比我小一点 肯定是成年人了 中国人可不要有这种流氓理论 尤其不能公开讲 你说成王 成王忌决 成王败寇 那苏联已经灰飞烟灭了 怎么解释呢 太不容浅薄 而且很下流 中国人应该随着历史推移 了解历史 了解现实 了解将来 我自己的看法 我虽然将近70岁了 我坚信中华民国的复兴 中国重走民国的道路 百分之百 但现在有一个比较尴尬的局面 我们看到我们现在有一位署名 叫Alex Liao的网友 他提到 实际上也有不少的网友 就是大陆人在准备拥抱民国 反思民国 但是台湾人却在抛弃民国 因为台湾人逐渐把民国 视为负资产 使得大陆人是反民国 的台湾人是台独 这更使得反台独的大陆民众 与反民国的中共 走在一起 形成了一个统一的战线 那么实际上 刚刚吴祖来先生 也特别提到了 台湾不能够自居于一个角落 应该要在这一点上 要勇敢地往前 向前走出去 您在这一点上 能不能用一分钟时间 跟我们谈谈您的看法 我去过三次台湾 我的印象非常好 台湾当然不是一个 近山近美的一个家园之地 但是它对中国来说 它就是中国的家园之地 我们去办展览 在国富集团馆 办我们这个抗战的 一个大的话 就是好奇长流 当时在台湾那个展览 这是在国内 现在前年 抗战胜利70周年 国内不许展览 而且我们的团队 很多人被公安局约了喝茶 施加了很大的一个压力 我要说的是 就是台湾当局 差英文当局 台湾的这个政治变化 其实某种意义上的 就是中华民国的积蓄 政党轮替 但是呢 它的国体 它的国本 它的宪法本身 是不容改变的 不容轻易改变的 不管怎么说 台盆金马和大陆 是一体的 我完全赞成 吴总来先生的这个观点 但是我没有权利 要求台湾人 做这个 或者不做那个 我相信历史本身 有它的眼镜的 这个不可抗拒的 这种规律性 而且我是一个统一派 我当然战胜统一 统一就是 简单说就是 自由民主 战胜专制独裁 中华民国 重归大陆 然后大陆成为一个历史的概念 中华民国国 因为苏联嘛 它的母本 已经不存在了 它存在的价值 根本不存在 中华民国 中华人民国国的宪法 共产党的党章 全是来自苏联 它的核心的价值 都是列宁斯大林 那一条东西 人家都不走 你自己还坚持干嘛 死路一条 刚才我已经说过了 时间有限 坐在这 好的 那我们现在再来听听 我们在电话线上的观众朋友 又有什么样的看法 重回民国 是否芳心慰爱 重回民国 是否真有可能发生 我们继续再来看看 这是来自宁夏的高先生 您好 请说 您好 您好 郑小姐 您好 请说 这个呀 中华民国 从过去到现在 完全都是一个笑话 有人说这个 辛亥革命是谁发起的呢 是小凤仙和蔡乐 蔡松哥发起的 我是同意的 大家看一看 鲁秀先生的阿贵症状 还有八十年的 电视联系记 叫邱海藏 你打倒了一个皇帝 冒出了许多皇帝 人家生活方式 并没有改变 那个电影明星 周海昌 不是被人家抱向 然后掩割了吗 那都是皇帝 做好有什么两样 在独独阿贵症状 是吧 从现实来说 台湾这个政治浪向 都没有民主法治嘛 人家的国会 应该都是 几百万张选票选出来 而且不对 几十万张选票选出来 你怎么可以去 封建国会呢 好 谢谢您 您下的高先生 我们了解您的意思了 继续我们再来听听 这一位新疆的黄先生 然后我们交由 两位嘉宾来进行答复 黄先生请您简短说 1911年 亲爱革命成立的中华民国 其宪政法统自由民主 是大陆民众 性创世民国热存在的 主要诱因 只要有台湾建国 已经106年的 中华民国存在的一天 就会有大陆民国派 存在的一天 而在今天的中国大陆 这种民国热的 护身和影响 影响力还远远不足 给中国政坛 带了多少挑战 最多给所谓 甚者为王的 中共死亦沉沉的政坛 评点几分颜色 拜承维扣者 其实是自民才对 好的 谢谢您 新疆黄先生 我想我们节目 剩下大约还有 两分半左右时间 想先请吴祚来先生 利用一分钟时间 跟我们谈谈您的看法 那么刚刚也有几位观众朋友 再度发表了他们的看法 您认为重回民国 那么也有很多人说 民国的自由法治 这个才是现在在中国这些 渴望重回民国的人 他们最希望最终的目的 那么很有可能 并不是要推倒中共政权 但是确确实实希望 民主自由能够重回大陆 您的看法 谢谢 我的看法就是 应该重回 不是重回两岸 不是重回九二共识 习近平先生应该去翻一翻 1945、1946年的重庆共识 重庆协议 这是国共两党 或者是大陆和台湾 最应该重视的一个文本 这个文本最重要的价值就是 国家宪政化 这个宪政是独立的 这一点如果能够做到 那么下面就非常好谈了 然后呢 习近平先生应该自信 允许过民党 允许民进党 到大陆来设立自己的网站 电台 才一些县市 设立自己的这个组织 甚至在北京设立班司柱 发展自己的党员 这就是一种统一 应该由西域的方式 和平的方式 民主的方式 实现两岸统一 谢谢 好的 我们继续回到我们现场的 王康先生 那么王康先生 我们知道 英国作家狄更斯 曾经在他的这个 双成纪历史小说里 第一句话大家常说 这是最好的时代 也是最坏的时代 那么曾经有人用这样来形容民国 最后一分半时间跟我们谈谈 您眼中的民国 它的好在哪里 而它的不好 我们又能够如何的来避免 在未来 对于这些在中国的这些 所谓民国粉来说 他们能够继续的来追求什么 我去了台湾三次刚才提到 我的印象非常良好 因为我第一次实际的接触到了 跟我们不一样的中国人 不管台湾本身还有多少的问题 但他们的那种 讲究礼仪廉恥 温良恭敬的 中国传统文化的东西 我都68岁了 我从来没有享受到和我的同胞们 因为他们的这种就是人格上的 文明上的或者社会的规范上面的这种 这种温和 这种文明 我非常惊讶 台湾这一套是中华民国的一个整个的法统的 在人性上面的这种塑造 而台湾毕竟 我一点没有亲自的意思 毕竟是一个岛 一个可以说是当晚之地 而中国传统文化是在大陆 大陆是中国文化的母体 所以一旦中国大陆民国当归回来之后 中国的前程无限 好的 非常感谢您 今天因为时间关系 我们讨论只能进行到这里 再次感谢王康先生 还有吴作来先生 时事大家谈 是一个自由论坛 嘉宾和听众观众发表的是个人观点 不代表美国之音 明晚节目当中 我们要继续和您探讨的是 王岐山的去留问题 为何再隐猜疑 请您按时锁定 祝您晚安 我们下次节目再会